如果你和移民公司签合约时 不知道这20件事 你就大件事了 移民很重要 知多点更重要 欢迎大家收看《移民知多点》 我是Angelo 罗立刚 在过去几集 已经和大家分析了不同移民顾问公司的经营手法 也提及到申请人和移民顾问公司之间所签的合约 很多时令申请人在被动的状态下 还要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认识多些的始终也有好处 正所谓魔鬼就在细节 很多时一些不良的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会将一些 含糊不清、无铃两河的条款 加在合约上 到你和他有争拗的时候 你就处于下风 甚至乎可能损失大量的金钱 其实某些国家对移民顾问服务的合同 都有一定的规管 例如加拿大注册移民学院和加拿大政府 对移民顾问服务的合同有一定的指引 甚至加拿大政府 在宪布也有公布 申请人和移民顾问公司之间所签的 服务协议书 服务合同 委托业议书 无论你叫什么名字都好 只要是与移民有关 你就一定要注意这20点 否则就大事 第一点就是 合约上要包括双方的基本资料 申请人的资料包括 全名、出生日期、联络地址、联络电话、联络电邮等资料 而移民顾问公司必须提供他们公司的全名、商业登记证号码 注册地址、联络电话和联络电邮的资料 如果你是直接与注册移民顾问签合约 你就必须包含他的全名和注册编号 第二点就是 最好在签合约前两三天已得到的合约 让你有足够时间研究清楚所有细节 和了解清楚所有问题 第三点就是建议大家在合约中加入7天的冷静期 免得你因为自己冲动而去签约 第四点 如果这个合约是直接与移民顾问公司签合 你就要看清楚条款里面 是不是已经包括了一个注册移民顾问 或者合资格的律师 作为你的法律代表 并且需要在合约中定名 这个法律代表的费用 是不是已经包括在顾问公司的费用里面 还是不是呢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要另外与这个法律代表签合约 第五点 合约中必须注明 A. 已完成或已履行合约的定义 B. 如何提前终止合约 如果是提前终止合约 也要写清楚 付钱和未付的钱是如何安排的 第六点 合约中建议大家 定名移民顾问公司提供给你的服务范畴 帮你申请的移民国家和类别 以及写清楚如果你要改国家和类别时的处理方法 移民类别方面 我建议大家最好用官方的名称 为什么这样呢 万一你有什么争议有什么争论 法庭会根据移民类别的法律作为依据 第七点 最好在合约写清楚这几点 一你所申请移民类别的要求 二移民顾问公司已给你作出初步的评估 以及解释清楚每一个要求 三你也明白所有要求 这样就稳定了 第八点 我会要求移民顾问公司加上这个条款 就是他们已经诚实披露所有移民申请的资料 例如申请程序 要求 和收费 为什么这样做 万一他们失实陈述的话 就会构成违约 第九点 就是建议大家 在合约里面 不要再笼统写一个总数 必须要把所有费用列入一个名称 包括 移民顾问公司的费用 政府申请费 第三方费用 或者因为今次申请 而可能有机会产生的一切开支 都列清楚 也列清楚 付款时间表 和付款条款 否则的话 所有东西不清不楚 你追讨的时候 就会有困难 如果你的申请是包括 入股 或者是收购另一间公司 或者是独立委托一间人事顾问公司 帮你找工作 这些都是第三方的费用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 另外和这些第三方签署合约 除非你的移民顾问公司 会承担所有这个费用 你就不需要和第三方签署合约 第十点 合约中最好定名 如果申请人没有付顾问费 给移民顾问公司 那移民顾问公司 是否可以单方面 终止合约 和追讨欠款 如果是可以追讨欠款 那这些欠款 是否会包括利息 都要写清楚 第十一点 第十一点 就是你必须要求你的移民顾问公司 在合约中定名 在什么情况下 他要向你作出赔偿 赔偿金额是多少 以及 何时之内要作出赔偿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他们在职业操守 或者专业上出现问题 你就没办法追讨赔偿 第十二点 如果你给移民顾问公司的顾问费 是预付款形式的 那你的合约中 必须要定名 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退回未使用的费用 退款的手续 和退款的期限 第十三点 我建议申请人要求移民顾问公司 在你和他签的合同中 披露所有申请的风险 例如 如果你英文不达标 可能会拿不到Express Entry 商业计划书写得不好 令移民官不满意 或者你做生意的表现 做得不好 不符合要求 拿不到Nomination 也或者你完成不了 学校要求你的课程 你不能够计 以及一切 可能令你申请不成功的可能性 第十四点 你要要求移民顾问公司 保证在申请完成后 退回所有的正本资料 和把你的资料保密 第十五点 如果申请人 是直接和注册移民顾问 签合约的话 合约必须要写清楚 投诉的渠道 和投诉单位的联系方法 第十六点 如果你委托那间移民顾问公司 是在香港 你和他签合约的时候 必须要定名 如果你有争议 就要根据香港法律 和交由香港法院处理 为什么这么说 万一他写了加拿大 或澳洲 如果你有争议 就要去加拿大或澳洲的法院 和他打官司 第十七点 就是你的移民终极目标 是得到永久居民身份的话 我们建议你和移民顾问公司 商讨 部分的费用 是得到永久居民身份的批准书 才会付 第十八点 如果你的移民申请 是牵涉第三方的费用 你当然要和他们签合约 如果不可以和第三方 独立签合约的话 我就建议将有关费用和条款 要求移民顾问公司 加在他们的合约里 令到他们都要负责 第十九点 如果你真的要和第三方签合约 而签合约的内容有些不清不错的话 最好用电邮和他沟通 因为所有沟通的内容都是白纸黑纸 有记录 第十点 任何你已经支付了的费用 你最好有invoice和收据 为什么有invoice和收据 更能容易证明 你给了钱人家 如果万一要退款或者有争议 你也有朋友 最后万一你所选择的移民顾问公司 依然是有不成功 不收费这个条款 你在签合约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下这四点 第一点 移民顾问公司 不应该 将你不符合移民类别基本条件 作为不退款的理由 为什么 因为他收据你的案子之前 应该有责任肯定你符合所有的基本条件 但我们经常见到这个纵幅的 就是说 你考不了英文试 我们就不会退款给你 其实英文试 根本就是基本条件的一部分 所以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在签约之后才去考英文试 最好考到合资格的英语水平才去签约 第二点 必须要写清楚退款的手续 退款的方法 和退款的时间 例如在拿到他签讯之后 几多日之内要退款给你 如果你不写清楚 这些不良的移民顾问公司 就会一直拖延退款的程序 第三点 必须要写清楚退款的计算方法 即是说 有什么费用是由得退 有什么费用是他们要扣除的 第四点 有些移民顾问公司 将不可确定因素的定义 拉到很阔 但我个人认为 其实只有以下这几点 才可以确立 第一 健康理由 因为你自己的健康 我们没有发封制 二 犯罪和国安理由 申请期间你突然去偷东西 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第三 申请的法例改变 和申请时间的延长 这是国家决定 你和我都无法控制的 最后一点 就是天灾人祸 或者疫情 还要所谓魔鬼就在细节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准备要签移民顾问公司的合约 记住参考我今集的内容 你中伏的机会就少很多 今集就和大家说完移民顾问合约要注意的地方 下一集我们和你说一下移民顾问公司的收费 究竟他们是否真是很暴利 大家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新片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一有新片就会通知大家 喜欢这一集内容的朋友 请你们按个like 和share给你的朋友 如果各位对移民有任何问题 请你在comment那里写下 下一集我会回答大家 下集再见 拜拜